一隻蛋有齊三個願望 大家都吃過玩過吧 征服活節奏到, 當益客來了 送個節日限定的特別推薦給你 一個品牌有齊三種 有新奇、有刺激、有養顏的蛋 簡直三隻蛋滿足你九個願望 你也別說我對你不好 看到這麼多的焗爐, 你當然說 你又做蛋糕, 慢著 先收起你的嗅聲 為什麼呢? 因為我今天會跟師傅Chari 一起做一個又玩得又吃得的蛋糕 還有, 這個蛋糕是一個人這麼高的 因為我們是副的蛋 所以一定要做一個圓形的基礎 我們用刀割一下 這些是甚麼蛋糕? 這些是一些牛油蛋糕 我們就要把蛋糕一分為二 其實塗忌廉中間的就是很簡單的 當我們在家裡塗麵包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做一個初形 又有了忌廉 我們就要做一個蛋形, 對吧 好, 我們看看 一瞬間我們已經做了蛋糕 就爆滿了 然後我們就要預備一個公仔 是 然後把它放進去? 對, 然後把它放進去 對 坐上寶座的儀式 對 好, 然後我們就… 預備了一點點朱古力片 由於蛋殼出來的效果 一定是… 壞了蛋殼, 一定是不規則 所以我們做一些朱古力片 都是一些不規則形狀 這裡是一個群身 所以我們就要幫它做一條群像 是 你嘗嘗不要呼氣去擠 出來的效果會比較好 對, 不要呼氣 對 在你擠忌廉的期間 你不要呼氣 這樣就會比較穩 擠出來的忌廉會比較直 讓它吃起來 很像以前的傳統師傅做蛋糕 就是這樣 然後把它撕進去 然後我們就可以擠出不規則 來, 滑滑才行 才能做到薄沙的感覺 好, 現在很活潔 對, 我們到處不斷拌拌 3D蛋糕最神奇的地方 就是可以將儀式形態上 不能吃而有象徵度很高的東西吞下肚 和我今天吞下肚的這條公主裙 據說是由六十年代 歐美流行的立體剪材時裝演變出來 歐利還傳入台灣和香港 在香港只有五星級以上的酒店 或眾志設計的小本